五大收益 權益不和 權益不和 我們大家知道 香港我不知道是用民主還是民稅形容 一旦影響到工作來用 反對聲音不一定會出現 只要少少反對聲音 只會造成社會更加混亂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如果沒有好的構思 沒有好的部署 簡單說是推消費稅來用 就等於另一個自殺 為何突然提起銷售稅? 因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早前突然放風 考慮在香港開徵銷售稅 即是市民買任何東西都要向政府交稅 以減低未來出現結構性財赤的風險 但隨即引來極大反對聲音 其實這三個港人上去的地方 目前正是徵10%的銷售稅 但為何換成香港 就由於潘黛合指 無論怎樣都不可以打開呢? 消費稅是屬於劫貧制庫 為何呢? 在百分比上普羅大眾 在消費上的漸費很高 你增加百分比 而相對地 在富人來說 他的百分比其實影響不大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每消費一元都要付出一個稅率 在劫貧制庫的環境之下 香港今時今日的社會是不容許的 任何的政策都要看回大前提及定位 香港是什麽定位呢? 包括你所說的購物天堂 如果我們可以享用購物天堂的名聲的話 等於我們買物件就可以有稅務上的優惠 甚至不需要搞這麼複雜的退稅 其實我們去過很多全球不同地方玩退稅的 都是很煩的 甚至退不了的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還要不要這個購物天堂呢? 香港稅務上是在全球排第二最好的 包括說稅務簡單 快速 但是如果你說搞到又退稅又成 對企業來說不是幫忙 為什麽需要呢? 那我不要忘記 我們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在成本上已經看見到租金上 究竟我們是否推出消費稅後 租金可以便宜呢? 令到消費便宜呢? 答案不是的 如果你說租金不可以因為消費稅 而可以減少 而加強消費稅的話 究竟我們為什麽要這樣做? 事實上 新加坡目前開徵7%的商品和服務稅 佔全國稅收超過兩成 既然新加坡不論規模 國際地位和營商環境 都和香港非常相似 那為什麽香港又不可以仿效呢? 新加坡有一個很大的開支 整三成以來市場屬於軍費 香港很繁忙 沒有這樣的開支 那為什麽新加坡有三成多的軍費開支 你都可以維持到這個相對平衡預算 香港軍費不需要你給 國家幫你給了都不行呢? 那是否香港大洗了呢? 那這都成為一些可以質詢的問題 那政府某一個好的答案呢? 那強調 其實多年來香港是財政盈餘的 那你有一年的叫做 不夠錢 其實這是個別性的 那你怎麽回答給公眾知 你那個叫做持續性的不健康的收入 陳鳳祥認為 銷售稅另一個難題是監管成本 由於香港仍然有不少商戶 只是接受現金 或者有待日後電子支付更加成熟的時候 市民逃稅的灰色地帶相對收窄 到時自然會更容易推出相關的稅項 其實港府考慮增加稅收 只是為了避免政府常規收入 沒有辦法支付營運開支的話 似乎減少支出已經是重要一環 就以明日大魚田海計劃為例 最新工程造價估算高達6,240億元 單單是人工島前期研究工作 立法會就需要申領5億5千萬港元撥款 政府暫緩這個計劃或者是另一條出路 開完結了一家公司已經沒有了很多的收入 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增加收入的時候 當然是要剪輯的 剪輯有些例如醫療、老人教育那些 所以這些明日大魚的話 我完全同意暫時擱置了它 等到香港經濟再好的時候才再考慮 現在不應該有任何一本款再搞明日大魚 因為香港你每年的赤字 其實計劃採用的數目都過千億了 你從哪裡可以去做這些大白杖工程 暫時應該不可能 明日大魚除了被稱為大白杖工程 工程本身亦造成生態環境損失 環保人士一直都批評 填海工程對海洋生態破壞 根本不能夠補償 既然項目預算不斷增加 社會仍然未取得最大共識 紮緩命日大魚 折散開支 總好過突然開征銷售稅 引發另一場不必要的政治危機 أوéー wax буду 好的 又四部 那就可以 combinations